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就盘点豆瓣评分高分的经久不衰的谍战剧 这些大投资 大制作 朋友们第一名直接封闪了 十 爱奇艺孤州 这部由张宋文老师和曾顺西主演的谍战选一句 讲述了苏州顾家子弟顾一中是个海外学成归来 抗战爆发后 再一次营救行动失败后 还把苏州地下组织联络点也全部暴露 他被栽赃陷害被误认为是党内叛徒 为了自证清白 顾一中和老前辈州之飞 两人在蝶战风云的密布里穿行 深入敌营 几经历练 与敌人斗志斗勇 一起维护姑苏平静与安宁 成为新一代的革命战士 导演都说曾瞬息的形象 感觉就是主人公从屏幕里走出来一样 而且他的演技松弛有度 把故意中这个角色塑造得非常饱满 又有张宋文老师教科书般演技的加持 让这部蝶战剧更加让人期待 今年的第四部《明国蝶战剧》 《九爱奇艺迷局破之身前》 成艺 影儿 领衔主演的《年代碟战剧》 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 日军未顺利占据长沙 启用潜伏在中国15年的 云洪身为调查父亲被杀真相 回到长沙 被卷入战略特工黑直视 实施策划已久的战略欺骗计划中 他处于迷茫无助之时 受到父亲生前好友杨子明帮助和保护 他与爱国青年文艳明联手 获了局中设局 步步为营 在国恨面前放下家仇 将自己设为死棋 挖出了在国军内部潜伏的日本战略特工 扭转了战局 为取得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成艺近几年的作品 都挺让人惊喜的 演技都实在非常惊细的雕刻 对于角色的塑造也是越发的立体 这部《谍战剧》 看预告就非常有感觉 没有厚重的滤镜感 谍战质感扑灭而来 把一段显像还生却不失热血信仰 致敬无名英雄的谍战传奇演绎的淋漓尽致 把爱奇艺哈尔滨1944 豆瓣评分6.3分 情号杨密领贤主演的谍战选一句 讲述了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共产党情报人员宋卓文 潜入到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 被冷血多一特务科科长官雪乌任成就命恩人 在宋卓文锦小身微的情况下取得官雪及日本高官的信任 并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扫除障碍的故事 这部剧几乎是开播 各种差评如潮水涌向杨密 油腻 演技差 用力过猛等诸多恶评 看完这部剧 真的有断章取义的嫌疑 只能说其实没有那么差 是有进步空间 说说我自己看完剧的想法 杨密 蛇仙美人 风拼美人 而且剧情跌宕起伏很带感 就让人好奇心拉满剧的色调 历境 还是很有质感的 谍战剧年代剧 7 爱奇艺虎口拔牙 豆瓣评分7.7分 江武 李乃文 吴月 钱波 柯兰领衔主演的抗日谍战剧 该剧讲述了地理教员潘慎之 牙医王天桥 家庭妇女陈丹凤 寡妇阿金 四人物打物状阴差阳错地卷入了志齿行动的故事 这部剧是我看过最幽默的一部谍战剧 有笑点 段子 包袱秘籍 还有无处不在的黑色幽默 真的是笑到肚子疼 演员演技也特别好 每个人演技都很绝 塑造的接地气社会小人物 他们制斗日本特务机关 一个牙医 一个地理老师 一个乡村妇女 一个没有文化的市井大神 还有报社记者 一群乌合之众的组合 却完赚了共产党 国民党 日本特务三方 笑料百出 斗趣横生 反派的演员把不太聪明和缺心眼的样子演绎出神入化 发起狠来还经常闹出乌龙 经典台词和名场面评出 一定要去看 特别出彩 强烈推荐 六 爱奇艺追风者 豆瓣评分7.8分 王一博 李沁 王阳领贤主演的革命历史剧 该剧揭开了民国十七最大的贪腐安和松户保卫战的一角 更是把民国十七四大财阀家族 大发国难财的丑恶嘴脸揭开 这简直是一不明国史 把金融战线和红军掌争的历史真实展现出来 未若来目睹社会黑暗 心灰意冷之下投身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洪流中 剧情仅凑且富有张力 情节跌宕起伏 这部剧看似是谍战 商战和谍战叠加的爽剧元素 给这部剧带来了不一样的新鲜感 中后七大历史的风云变换则给人物带来了巨大的戏剧张力 但看完这部剧作后 《我想说地狱》所带来的美学特色 依然是谍战破局的重要法则之一 江西丰富的红色资源和美学特色 无疑和追风者相互加持 形成了该剧的鲜明特色 看完这部剧 好比上节历史课 很多历史知识 前期的几个故事 特别有悬疑感 紧凑感 几个演员的演技也很在线 王一博 李沁 王阳都在标演技 5 优酷视频悬崖 豆瓣评分8.5分 张嘉宇 宋佳 陈玉 有梅等主演的谍战电视剧 该剧跟剧《全勇先全勇先》 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改编 讲述了共产党特工周一 与女报务员顾秋言假扮夫妻 共同面对对手警察厅特务科科长高斌 并展开一系列特务行动的故事 这部谍战剧是那代年代的现实写照 非常悲剧 到后来几乎所有的战事都牺牲了 这部剧在哈尔滨拍摄 非常有东北三省的地域特色 还有一部分演员是黑龙江 哈尔滨当地话剧演员 如大反派高斌就是 背景视为满洲国时期 还有包括东北抗联 因此都是以冰天雪地的叙事为背景 整部剧集的色调都是黑灰白 非常有老苏联电影的那种悲凉 也向我们展现了当年残酷的战争 潜伏视迭战剧的开山之作了 四 爱奇艺伪装者 豆瓣评分8.6分 胡歌 晋东 刘敏涛 王凯领弦主脸的年代悬疑谍战电视剧 该片改编自张勇的小说 谍战上海滩 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 明氏家族三兄弟明楼 明成和明台各自以不同身份 潜伏在地后方 为我党输送重要情报 破坏敌方阴谋的故事 明楼是汪伟政府要援间军统特工 实际为中共地下党员 明成既是明楼的助手 又是我党潜伏人员 明台则在被军统特训后 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 三人在动荡的时局中 以高超的伪装技能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共同对抗敌人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剧情紧凑 节奏紧凑 悬念叠起 场景布置 服装道具都精心打造 还原了当时的历史风貌 剧中人物形象立体生动 每个演员都恰到好处地诠释了自己的角色 此外 该剧还注重人物性格 刻画与情感表达 使观众在感受到战争残酷的同时 也能体悟到人性的温度 该剧不仅展现了战争的残酷 三 爱奇艺 腾讯风筝 豆瓣评分8.8分 杨健 秦力 灵红编剧 柳云龙 我海琼 李小冉领衔主演的年代叠战剧 讲述了以风筝为代号共产党特工郑要先 以脚侠机制和心狠手辣文明 他一直潜伏在军统内部心脏位置 一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继续为组织提供重要情报 在特工生涯潜伏了长达30多年 他被敌人长期追杀 忍受着妻离子散 以独特视角讲述了一个共产党情报源跌宕起伏 沧桑苦难的半生历程 这部剧反映出时代的悲哀 正要先把潜伏和信仰融进了骨子里 柳云龙把正要先融进了骨子里 这部剧的最大特点就是写实 全剧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人和彻头彻尾的坏人 在不同的立场上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相较于以往的谍战剧 只有对胜利的赞美 风正更注重于战争的反思和人性的探索 二 西瓜视频黎明之前 豆瓣评分9.2分 吴秀波 林永健 海青等主演的 的悬疑类谍战战电视剧 讲述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新杰 代号水手 在国民党海军电讯处任职 实际为我党高级卧底 他与我党地下情报战展展谈中树展 开了一场时间的较量 在距离上海解放仅剩40小时的紧张时刻 他要在重重危机中保护好 我党地下组织的安全不被暴露 阻止敌人的破坏计划和自证身份 刘新杰成功挫败敌人的阴谋 确保了上海解放的顺利进行 在你来我往 明枪案件 林明前最凶险的棋局 悄悄不开的故事 一 优酷视频潜伏 豆瓣评分9.5分 孙洪伟 姚晨 祖峰 冯恩赫 沈奥军 吴刚等人主演的民国题材的战剧 该剧改编自作家隆一的同名短篇小说 讲述了中共地下党员于则承接受使命 化身于军统特务潜入天津战 于佐兰 翠平等同志紧密合作 收集秘密情报工作 为我党在隐蔽战线的斗争 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错综复杂的局势中 他巧妙周旋在敌我之间 面对生死与情感的双重考验 始终沉着冷静 彰显了一名卓越地下工作者的智慧与坚韧 这部剧都演技实力派老演员了 剧中人物形象立体生动 很贴合历史人物 剧情紧凑 节奏紧凑 悬念叠起 场景布置 服装道具都精心打造 还原了当时的历史风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敬请关注 敬请关注